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哈莫林的花衣吹敌人 很久很久以前 在德国的一个叫做哈莫林的地方 住着很多老鼠 让人非常烦恼 面包 奶酪 蔬菜都被他们糟蹋了 墙上进食洞 屋顶成了老鼠窝 老鼠整晚到处跑 晚上吵的人不能睡觉 哈莫林的市长为此非常烦恼 猫和狗被老鼠咬死 不小心的话 连婴儿也会被咬的 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这个城市就不能住人了 一天 城里来了一个穿着黄色和红色条格子的高个子男子 他对市长说 如果给我五千吨的话 我就能赶走老鼠 市长高兴地说 如果真的能赶走老鼠的话 可以给你五万吨 市长这样一说 男子吹着挂在脖子上的笛子便出了城 于是 院子角落里的 家里的 墙洞里的 以及城里所有地方的老鼠都出来了 围在男子的身旁 男子吹着笛子朝着威西河走去 老鼠们争先恐后地跟着男子 而且一之不胜地跳进了河里 没有老鼠的城市开始狂欢 人们拿出藏着的奶酪香肠 打开酒尊举办荒筷的舞会 那么 请把说好的钱给我吧 吹笛子的男子对市长说 可是 市长突然心疼起钱来 老鼠们自己跳进河里 这不是你的功劳 吹笛子的男子静静地说 我最讨厌不受信用的人 你会后悔的 于是 又吹起了笛子 这次 是城里的孩子们聚到了一起 而且跳着舞 跟在男子的后面走去 男子走向了险峻的大山 然后 吹了一个高音 岩石上突然开了一个洞 男子和孩子们进去之后 洞就关上了 城里的大人们聚集在一起 可是 怎么也打不开那个洞 从那以后 吹笛子的男子和孩子们 就再也没有回到城里